我們在提到這個 台灣的綏靖主義理論的 第四個理論 就叫做疑美論 明老師多次也提到這個問題 這個疑美論 還不只是懷疑美國 是否會堅守它 保衛台灣的承諾之外 還有包括一些所謂 美國不可靠 或者是美國是走 霸權主義的道路 等等的這些 還有美國隨時會 拋棄台灣的棄台論等等的 我認為就是這個 台灣綏靖主義當中 以美論你們主要有兩個論述了 第一個論述就是說 台灣把自己所有的國防的安全 去寄託在一個 到目前為止 好像也不是那麼戰略清晰的 美國的這種安全的保護傘之下 顯得是有一點點就是丟臉 把自己的國家安全 托付在美國不確定的承諾之下 所以這是這個綏靖論 你們第一個論述 那麼第二個論述就是說 美國是可以隨時拋棄任何盟友的 你譬如說在越南戰爭的時候 它就拋棄了南越 在這個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就拋棄阿富汗 那麼對於烏克蘭 美國也不願意出兵 就是僅僅從這個美國 是不是會出兵的這個單一的事件來判斷 美國可能終究會背棄台灣 你譬如說在當年激情急事的時候 為了要這個連中制鱷 那麼也把中華美國的利益給犧牲了 所以舉著這些例子 來論斷所謂的台灣把自己的安全 寄託在美國的手上 是一種非常危險 非常天真的一種想法 那麼我在這裡就要嚴正於駁斥了 第一點 你說這個美國經常會背棄盟友 我們就從越南戰爭來講好了 越南戰爭最後美國自治會撤足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阮文哨政府太貪腐了 那麼他們的軍隊也不願意打仗 就是面臨到今天我們台灣 面臨一個情況就是說 當我們面臨中共的威脅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願意用生命 來保護自己的家園的這個問題 當時越南是不願意的 我們那時候可以看到很多的僧侶 在網路上就自焚 抗議什麼 就抗議這個戰爭嘛 寧可把自己給燒死了 他也不願意去跟北越來對抗 至於阿富汗 阿富汗其實美國介入阿富汗戰爭 也是為了所謂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嘛 他不是要去侵略人家 而且他後來也發現就是說 這個阿富汗戰爭 阿富汗政府本身也很貪腐 阿富汗的國民的軍 國民部隊 也不願意作戰 所以在諸種理由之下 所以美國才一一的退出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美國在這個幾個事件當中裡面 最後做出一個退出的決定 它是一種理性的戰略思考 因為對美國來講的話 你繼續投入到一個 你不願意面對戰爭的 你自己本身貪腐這麼嚴重 連你自己都不願意去對抗你的敵人 那美國去幫助你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他因此選擇了退出 所以我們今天覺得不能夠 因為美國在幾次 比如說在越南 在阿富汗這些問題上面 因為它基於一個理性的 一個戰略的估算 最後退出 就等於說美國 終究會背棄台灣 今天主張這個 美國會背棄台灣這種說法 其實是不懂國際關係的 一個基本的結構 國際關係裡面講的 比如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要嘛就是像明老師過去講 要嘛就是敵人 要嘛就是盟友 所以今天是一個敵友關係的一個判斷 而不是說用過去美國在 其他地區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例子 來證明說 美國終究會背棄台灣 這是一個非常武斷的一種推論 而且阿富汗其實美國投入了 二十年有了 然後越南也好幾年 死了很多人 對 所以其實你說從二戰以來 因為美國的你說美國的這個軍員 美國的這個海軍陸戰隊 每一個人也是美國的人生父母養的 你說二戰他犧牲那麼多的美軍 在越南戰爭 在阿富汗當中裡面 他也犧牲了非常多的美軍 而且付出了龐大的一個 軍費的一個開支 他其實是在維持一個 國際次序的穩定 打擊對抗共產主義 做出了一個美國人的自己的犧牲 他不是說因為從結果他離開了 你就說他是背棄 而因此就推論就是說 美國終究會背棄台灣 我想這是一種非常武斷的 而且也是一個不符合 實際歷史事實的一種推斷 那麼第五個理論呢 就是所謂的美國霸權論 覺得就是美國所有的戰爭 他都參加嘛 那麼美國它是一個單極的 一個霸權的體系 所以我們台灣不應該跟美國 這樣的一個霸權 這個統遊合污 或者是抱美國的一個大腿等等 而這種說法本身也是錯誤的 而且也是不切實際的 我要特別強調說 有些人就是不懂國際關係的 就把這個霸權霸權 好像把它當作是流氓惡霸一樣 這個霸權 Jeremy 這個霸權跟這個Bully 就是霸凌的霸主霸道 不良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這個Jeremy的意思是說 它是具有維繫國際秩序的一個力量 而且它要免費提供許多的 國際公共產品 讓整個體系能夠維持穩定 現在全世界只有美國是一個霸權國家 為什麼 只有它有這個能力來建構一個國際體系 然後提供免費的公共產品 同時對於這個體系本身的破壞者 它有能力去加以懲罰 甚至把它驅逐出席 所以所謂的這個霸權理論 這個概念本身 它是一個國際體系穩定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有很多的國際關係學者認為 就是說無論是兩極體系 或者多極體系 事實上對國際體系是更不穩定的 所以今天我們不要說 一聽到美國霸權 你就以為是美國是惡霸 美國是流氓 這個完全是不懂國際關係理論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所以今天我們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國際關係當中裡面 台灣由於自己本身的 相對於大陸來講的話 大陸比較大 我們比較小 無論是土地人口等等 那麼軍力當中 你在軍事的對比上來講的話 也有一種所謂不對稱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在國際關係當中裡面 我們要去拉攏或者是 找這些國際上對我們友好的國家 來幫助我們抵抗 這個中共這樣一個龐大的敵人 這個就是聯誘致敵嘛 也就是說是一種合縱聯合的一個作用 所以今天就是說你不能說 因為美國他參與那個戰爭 他也參與那個戰爭 所以他就是一個惡霸 他是一個國際體系的破壞者 如中共所宣傳的 不是 他正是一個國際體系的一個霸權 穩定的一個維護者 而他由於他有台灣關係法 他有六項保證 基於這樣一個法律的承諾 他保護了台灣 我們要認清就是說誰是敵人 誰是朋友 美國是唯一支持台灣 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的一個國家 我們跟美國做朋友 我們跟希望美國來幫助我們 跟所謂的美國霸權論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一個非常天經地 而且是非常正常的一個現象 可是很多的台灣 所以你們都把他認為就是說 美國是惡霸 那我們跟他靠在一起 台灣自甘多羅等等 這個完全就是一種 事實而非的一種說法 是 唐明老師 先說這個疑美論 疑美論大概有幾個版本 一個就是剛剛宋老師講的氣台論 第二是把台灣推上戰場 有兩個目的 第一是把台灣推上戰場做到哪兒 然後我們就軍售給台灣 然後美國人來賺錢 第二把台灣推上戰場做到 讓中國人自強殘殺 讓美國強大 這是第二種說法 第三個就是中共打台灣 美國不會來救 使得這些想法 變得越來越真實的一個原因 就是去年8月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這件事情我們在節目上過去講過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我認為是有所舒適 的確是撤得不漂亮 如果回頭再撤的話 可能會撤得好一些 但是你要想清楚 美國為什麼要從阿富汗撤軍呢 因為他看見中共威脅更大 他必須把力量從那邊拿回來 來對抗中共 那為什麼對抗中共 我們等會再說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疑美論 它的大體上各種變形 那麼我常常提醒大家 兩岸不是只存在兩岸當中 我們也不是只面對大陸 兩岸關係存在國際秩序 國際社會當中 存在於國際政治當中 我們必須把它納進國際政治 才看得完整 只看兩岸之間是不完整的 我這樣講什麼意思呢 是我們看見了台灣跟大陸對比 我們當然看見大小強弱跟兵力各種差距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見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重要性 跟國際社會為什麼站出來保護台灣 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點 美國講得很清楚 而且多次講 台灣是美國重要的經濟夥伴 戰略夥伴跟民主夥伴 大家講得最多什麼半導體產業等等 大家不要忘記台灣真的是在第一岛島鏈上面 台灣真的有非常高的戰略價值 這個島在屬於哪一邊或偏向哪一邊 對那邊的戰略就有很大的價值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中共的所作所為 無非就是想把美國的力量趕出去 它的力量想進來 那問題是我們自己要怎麼選 再來除了台灣之外 我們過去講過台灣海峽有它的獨特商業價值 有它的獨特軍事價值 我講的是台灣海峽 每天經過台灣海峽的海運的貨櫃量 大概佔全球貨櫃量的48%左右 網上就算空運 所以你說台灣海峽本身多重要 也就是台灣海峽從國際社會來看 你最好是公海化 更何況你本來就夠大 一百多公里本來就公海化 這麼一話講的 好 那麼再來就是 拜登四次施言強調要保衛台灣 大家有沒有施言 他不是施言 他不是施言 可是是屎言 屎言 OK 好 那上面你比短一點點 是 拜登施言或屎言 不管台灣人有多少人相信 我不相信 中共是相信的 中共是絕對相信 到那時候美國一定要出兵 所以中共的邏輯是 如果我要拿台灣要打台灣的話 我一定要使得台灣跟美國切割開來 分割開來 我才能單獨打台灣 我才會必勝的把握 這邏輯就這麼簡單 好 那麼再往前推進 如果今天在美中對抗當中 美國真的拱手讓出台灣 然後中共不管是打也好 兵不選拿台灣之後 然後美國沒有任何作為 之後怎麼辦 我們看的就是 亞洲各國陸續的會倒向中共 我們看到第一個倒過去的 應該是南韓 最後一個倒過去可能是日本 其他國家在中間 當這個過程發生的時候 美國必須要退出亞洲 美國退出亞洲的時候 意味著它要失去國際霸權 因為霸權的意思就是 我能夠在每個地方 而且我是最強大的 這才叫霸權 我再說一遍 我這個國家能到每一個地方 然後我都是最強大的 這才叫霸權 所謂最強大的不是每一次都打贏 而是理論上我都打得贏 英國也打敗過 但不失去霸權之地位 美國打敗過不失去霸權之地位 所以如果美國失去霸權之地位的話 那國際美元會崩潰 國際美元崩潰 美國國內大概也會崩潰 所以現在你往下算就是 清醒的美國人會看見 一旦我失去台灣最後 我失去的是我的美元 我自己也失去了 所以簡單說 台灣是美中爭霸的標的 台灣也是美中爭霸的熱點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說想不當棋子 中共哪裡當棋子玩美國 美國哪裡當棋子玩中共 你說你跑不掉嗎 跑不掉 我們現在只能做的就是 如何更主動積極地扮演好 這個棋子角色 所以我再說一遍 中共的目的是要把台灣孤立 然後削弱你 這樣我才能夠併吞你 台灣很多大小粉紅 不曉得是清楚還是不清楚 在那邊呼應 那麼我只不過一句話 你們批評美國的所有的標準 拿來去衡量變中共 你看你得到什麼答案 你會今天在做什麼選擇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 霸權 美國是不是霸權 美國當然是霸權 霸權一定壞 不一定 剛剛宋老師講了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霸權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提供公共財 什麼叫公共財 提供國際秩序 今天就是因為有美國這霸權 提供的國際秩序 大家還能這樣過日子 否則你看看海盜橫行 三賊橫行 誰都打誰 我講到最簡單的例子 1935年的36年 義大利侵略了伊索皮亞 36年希特勒進攻藍茵古地 36年希特勒進入西班牙內戰 然後扶植佛蘭哥 36年德國 義大利 日本 組成三國軸心 1931年到1937年 日本蠶食中國中北跟華北 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 二次大戰爆發 1939到40年 蘇聯侵略芬蘭 波蘭 波羅地 還是三小國 為什麼這些國際大戰 敢這麼大膽 簡單說當時不是有國際聯盟嗎 國際聯盟為什麼不能維持秩序 因為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 英法採取姑息主義 所以國際聯盟也好 世界強權也好 沒有人願意說躺這個魂水 敢去維持國際秩序 也就是沒有人要提供公共財 沒有人要當霸主 沒有人要當霸權 這就看見一個沒有霸權的社會 跟沒有霸權的國際秩序 也就是國際秩序叫大瓦解 今天如果美國不當霸權的話 我不要說別的 只要俄國侵略烏克蘭 美國跟歐洲收手的話 第二天中共就打台灣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小粉紅跟我們講說 美國介入所以烏克蘭會打得更久 美國如果不介入 你看看你明天就要逃難了 邏輯就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美國來幫助我們反共 我們現在還把美國推出去 中共最希望你把美國推出去 美國來幫我反共 我求之不得 我們不是反共幾十年嗎 為什麼原來反共人不反共了呢 大家要扪心自問 對 你說我們抱美國大腿 可以啊 我們多抱一點 多跟美國開口 多要東西嘛 美國今天提供的是國際秩序 中共恰恰好就是破壞這個國際秩序 我們應該看懂 所以這個現在國際秩序 對台灣是有利的 我們要維護這個國際秩序 在這意義上 我們必須跟美國站在一起 維護這個對我們台灣 對中華民國有利的國際秩序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